高级中文播客 高级中文播客是随时随地 让你们可以掌握到 比较高层次 比较原汁原味的中文 Cony对吗 对 那当然好朋友 Cony和我Janny 每一次会跟大家分享 一个有趣的主题 那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北京奥运会 Cony一提这个很兴奋 声音都响了 对 我想作为 这个是全中国人 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后也是 全世界人 人民的一个节日一样 对不对 盛会 当然对 有这么重要的一个盛会 前面准备工作是很多的 然后我们 其实北京就是 一生办下来以后 这些筹备工作 已经陆陆续续就开展了 那现在已经 离奥运会还有两年 已经是要比较 冲刺的阶段了 对吧 好 那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 北京都具体做了什么准备 好吗 那我今天给大家的几个问题呢 其实也有一些是比较 怎么说 就是比较 粗略的了解一下 奥运会的情况 比如说它的口号 它的吉祥物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北京奥运会这次的吉祥物啊 叫什么名字 对 我们对话里会谈到的 这次其实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一共有五个 就是吉祥物呢 这个是有一个 对吧 但是这一个类型里面 又分了五个小人 对 而且五个福娃 哎呀 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其实就是北京的吉祥物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就叫福娃 对吧 我忍不住就说出来了 对 因为太顺理成章了 整天在新闻里看 生活当中也看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北京筹备奥运会的气氛 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对话里面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 对吧 好 那么 呃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这些准备工作啊 我们在对话里提到一些 比较细节的部分 那都有哪一些 嗯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呃 这次奥运会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嗯 每一次好像这些大型的盛会 都会有一个口号 对 而且一般前面说的 都有一个吉祥物 对对对 其实就是让人们更加简单的来 嗯 呃 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 对 对吧 好 那康妮今天为我们选了哪些词语呢 嗯 很简单的两个词 一个是应急 嗯 应急呢 是说应付一些突发的事件 然后应急 应付一些迫切的需要 嗯 应急 对 可能开重大 这个活动的时候 这个也特别重要 对吧 好 还有一个词 还有一个是 红羊 红羊 嗯 红羊奥林匹克精神 精神吧 什么东西 发扬光大 就传播 哦 就是红羊的意思 对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赶快来听一下北京是怎样准备奥运会的 嗯 好的 前几天我去了北京 觉得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北京即将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隆重气氛 真的吗 快来说说看 我已经好些年没去过北京了 真期待08年的时候能去北京看奥运会 我也是 我觉得不仅是北京人 应该是所有中国人 一提起08年的奥运会 就会充满了激动与向往 我一出飞机场就感受到这种气氛 到处是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和吉祥物服啊 可爱的笑脸 让您立刻联想到 北京人民和所有中国人的友好与热情 更有意义的是 我还专门去颐和园参加了奥运会的倒计时活动 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天哪 你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听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 为了营造北京的奥运气氛 做了大量的工作 公共交通 城市供水 运动场地建设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进 北京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 针对突发事件的供水应急预案 以保证在奥运会期间能万无一失 看来全国上下都很重视这场盛会的筹备工作呀 是啊 不光是政府部门 还有普通老百姓都为了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忙上忙下 你处处都可以遇到人们友善的笑脸和真诚的帮助 还有很多奥运会的志愿者也已经开始了他们辛勤的工作 就连老头老太太们都开始学英文 干劲可大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呀 相信这会是所有运会者一生一次的难忘经历 也难怪大家都这么热情了 那你去参观过北京奥运村吗 当然去过 奥运村还在建设中 14个奥运会新建场馆已经全部开工了 国家会议中心 媒体村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相关设施也都在建设中 为了方便大家去奥运会场 北京新增的多条地铁线 还有奥运支线和首都机场轨道交通线等 都将在08年之前全面建成投入运营 成为功能完善安全便捷的交通系统 相信到08年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北京 我觉得北京开展的奥运会筹备和宣传工作 营造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氛围 也受到了所有群众的密切关注 我听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 一千天时才刚刚发布的奥运吉祥物福娃 一直功不应求 形成了十分热烈的奥运气氛 是啊 我也特地买了好几套可爱活泼的福娃留作纪念 我觉得它们不仅代表了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也将北京的祝福 中国的祝福带给世界 我也这样觉得 听说不仅是吉祥物 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和大型景观标志也即将露面了 主题口号已经正式定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表达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 我还特别欣赏北京奥组委和教育部在全国35万所中小学中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 非常有效地传播了奥林匹克知识并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 哈哈 看不出你虽然很久没去北京 却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了如指掌 真是佩服 那当然 这可是每个中国人都密切关注的大事 我当然也不例外 好 康妮 其实北京的这个气氛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成天在新闻里会看到的 然后呢也是老有一些这种怎么说里程碑的纪念 什么就是倒数对吧 离生败奥运 比如还有一千天好像就有个晚会 到几时 对 然后前几天是离举办奥运会还有两年 然后又有一个晚会 对 不过每一次这个会议呢 他们都会让我们看到 现在奥运会一个准备工作 进行到怎样一个阶段 对 稍稍一个总结 对吧 然后这次我看他们比较忙于 就是在选择奥运会的主题歌 除了口号 吉祥午还要主题歌嘛 对 前几天我好像看了一个主题晚会 对对对 两周年的这个 有没有听到觉得还可以的歌 我只是粗粗的听了一下 所以非常精细的选择还没有做出 对对对 因为还有两年嘛 所以他们也不断会收到其他的歌 相信好的还在后面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好不好 那第一个问题 刚刚康尼也已经跟大家说了 吉祥物就叫福娃 对 那我们这里更具体的了解一下好不好 那其实这次吉祥物 就是说被公布以后呢 好多人是挺惊讶 挺吃惊的 因为一下有一串 对 五个 有一串 对对对 那他们这五个的造型 Cony给我们形容一下好不好 嗯 好像是五个有很有中国特色的动物 对对对 然后 最著名的大家肯定知道大熊猫 大熊猫 但是他们这几个 其实五个比较能代表中国的动物 都是被融入到人的设计 对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福娃 其实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的样子 而且他们都有五个很可爱的名字 对 谐音是组成的北京 北京欢迎你 对 那他们所以就有一个叫做贝贝 对 金锦 欢欢 盈盈和妮妮 对对对 所以就听起来和北京欢迎你蛮像的 对 那么你刚刚说有五个动物嘛 对吧 他们除了大熊猫 有另外四个是 另外四个好像是藏羚羊 嗯 然后有火龙 嗯 然后有燕子啊 也是吉祥的一种鸟 对 然后还有一个鱼 鱼也是这种顺利的 这种一帆风顺的象征 那这五个吉祥物你自己喜不喜欢 嗯 我非常喜欢 我还买了放在家里 哦 真的 你是买的大的玩具还是小一点 小的 小一点的哦 那这几个里面 他们的脸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吧 就是那个颜色和那个 他们好像 头上还有身上就会有这些动物的一些象征 对 比如黑白的吧 代表大熊猫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都代表一种红红火火的意思 对 所以为什么也就叫做浮娃 对 因为浮嘛浮气的意思 嗯 对吧 好的运气 对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北京筹备奥运啊 气氛整个氛围是怎么样的 嗯 当然是非常的热烈 然后我们对话中用了一个词是 如火如荼 嗯 又有一个成语啊 嗯 那呃 这个其实各样的准备工程啊 就是啊 你说这种建设应工程也好 还是到人们的这种心态 都是这种热烈 对 对吧 那么如火如荼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字的话 看到今天的文导 就会觉得这个图和一个简单的字 茶 嗯 有相像 有相像的 对 那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图是说像茅草 哦 就是说它可能滋长得很旺盛 对吧 很茂密 对吧 一种白色的 欢迎订阅 那么如火如荼就是说 像火那样的红 然后像这种白色的茅草那样白 然后就是形容一个事情 非常的旺盛 很旺盛啊 好的 如火如荼的精心 那么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这些准备 首先是我觉得是一个政府部门方面 他们新建了很多的奥运场所 然后还有很多的配套设施 对对对 场馆是一定要的 对吧 然后这次你知道吗 设计啊 当然环保是很重要的一环 好像很多都是采用太阳能的 这个来供应能源 他们好像有一个理验是绿色奥运 对对对绿色奥运 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个都很重视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设计方面呢 这次我觉得都挺创新的 对 你有没有看到主题体育场 那个设计 好像是一个鸟巢 对对对 叫鸟巢 它就是用钢啊 都把它扭成像那个杂草堆的一个鸟巢的形状 所以很怎么说 好像特别特别的后现代还是怎么样的 那还有那个游泳馆 就是像一块冰块那样 对 叫水立方对吧 所以也很期待他们造出来以后 真正的那个样子 肯定会给后人一个很大的惊讶啊 惊喜 对对对 那么还有就是你说一些配套设施的建设啊 就比如交通方面 对对吧 造地铁轨道交通 然后还有机场的扩建 对 等等等等一系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去改造或者新建一些住住住住的地方 给运动员或者媒体啊什么 还有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来看 对对吧 也是挺大的一个挑战 能不能住下那么多人 好那在你刚刚说是政府部分的行为嘛 那么其实这些我们有一些可以归纳为基础建设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还有在人方面呢 就非政府啊 群众自发的 就是老百姓 那么咱老百姓呢都开始学英语了 对哎呦你刚刚有点北京京腔啊 咱老百姓 那有什么我在电视里是看到大妈和大爷 对对吧 都很认真的在学一些比较简单的问候的话 对 那我想其实奥运会也是很 就是全世界国际性的一个会议嘛 所以除了英文以外 其他语言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而且我也看到是有很多人在学各种各样的语言 特别是就是现在他们在选择志愿者嘛 嗯 其实我也很想去当志愿者 哦真的 你有没有查相关的一些信息 看自己可以怎么 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想我会去关注的 嗯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会很引以为傲 而且一辈子记住的一件事情 对 对吧 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老百姓除了学语言啊 还有心态上的一种准备 嗯 就是说很热情 对 很发自内心的欢迎这些 好像都做了准备来迎接这个盛会的到来 对来欢迎这次盛会 然后就是来的这些运动员也好 还有游客记者也好 如果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啊什么 老百姓都会很乐意帮你的解答 嗯 对 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次奥运会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嗯 口号有一个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这个想得很好啊 而且其实口号你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选出的吗 嗯 这个不太清楚 嗯 不过也是就是刚开始采取这种海选嘛 嗯 征集对吧 从群众当中来的 对 然后就是有一般老百姓参与 嗯 就面很广 那当然也有一些专门的语言工作者 嗯 来参与 最后这个口号呢 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体来想出来的 而是 大家智慧的结晶 对 融合了很多条的这些口号 最后把它呃 捏合成这样一句很好 就是呃 很容易懂得很容易 最精练我觉得 对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嗯 把这种奥林匹克精神 还有我们现在 我觉得世界上也很需要的一种心态都很好的表达出来了 好的 那康妮其实今天的好像文章里面很难的词也不多 对吧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选几个就是比较平时常用的 嗯 有一个是万无一失 是说绝对不会出现差错 哦 就是做一万遍也不会有一遍一次的差错那样 嗯 对 那还有一个干镜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平时经常会用的 嗯 干镜就是坐实的一个镜头 一般是很积极的一个情绪 哦 干镜很大的 嗯 或者很强 对吧 好 那还有 还有一个是公布应求 嗯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 嗯 其实好多朋友可能知道 对 就是说 就是说供应的东西不能满足需求 供布应求 嗯 那么相反的是一个供大于求 对 或者供过于求都会这样用 对 好的 那你想北京要办奥运有什么东西会供布应求啊 我觉得是住宿方面 然后交通方面 对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供布应求啊 对 可能所有的一切啊 对 或者志愿者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开奥运金牌是供不应求 嗯 每个人都想赢嘛 对吧 对 但是参与最重要 嗯 正在奥运精神 正在参与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赶快再来温习一遍今天的对话 嗯 好的 前几天我去了北京 你是北京人 应该是所有中国人 一提起08年的奥运会就会充满了激动与向往 我一出飞机场就感受到这种气氛 到处是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和吉祥物服啊 可爱的笑脸 让你立刻也想到北京人民和所有中国人的友好与热情 更有意义的是 我还专门去颐和园参加了奥运会的倒计时活动 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天哪 你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听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为了营造北京的奥运气氛 做了大量的工作 公共交通 城市供水 运动场地建设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进 北京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针对突发事件的供水应急预案 以保证在奥运会期间能万无一失 看来全国上下都很重视这场盛会的筹备工作呀 是啊 不光是政府部门 还有普通老百姓都为了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忙上忙下 你处处都可以遇到人们友善的笑脸和真诚的帮助 还有很多奥运会的志愿者也已经开始了他们辛勤的工作 就连老头老太太们都开始学英文 干劲可大了 真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呀 相信这会是所有遇会者一生一次的难忘经历 也难怪大家都这么热情了 那你去参观过北京奥运村吗 当然去过 奥运村还在建设中 14个奥运会新建场馆已经全部开工了 国家会议中心 美体村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相关设施也都在建设中 为了方便大家去奥运会场 北京新增的多条地铁线 还有奥运支线和首都机场轨道交通线等 都将在08年之前全面建成投入运营 成为功能完善安全便捷的交通系统 相信到08年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北京 我觉得北京开展的奥运会筹备和宣传工作 营造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氛围 也受到了所有群众的密切关注 我听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 一千天时才刚刚发布的奥运吉祥物福娃 一直功不应求 形成了十分热烈的奥运气氛 是啊 我也特地买了好几套可爱活泼的福娃留作纪念 我觉得他们不仅代表了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也将北京的祝福 中国的祝福带给世界 我也这样觉得 听说不仅是吉祥物 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和大型景观标志 也即将露面了 主题口号已经正式定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表达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 我还特别欣赏北京奥组委和教育部 在全国35万所中小学中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 非常有效地传播了奥林匹克知识 并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 哈哈 看不出你虽然很久没去北京 却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了如指掌 真是佩服 那当然 这可是每个中国人都密切关注的大事 我当然也不例外 好 康妮那看到那么多奥运的情况啊 我想以后可能我们也会定期的来做一些奥运方面的主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知道的部分 都请你们上网到zh.chinesepod.com上面来告诉我们 奥运的哪一面你比较想了解 对吧 我们都尽量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在课文里面涉及到的 好 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 也谢谢康妮 嗯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20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204